以下是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队伍在摩西和亚伦的手下从埃及地出来以后所行的路程 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命令把他们出发的路程记下来 他们出发的路程是这样 1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所有埃及人眼前昂然无距地出去了 那时埃及人正在埋葬他们的长子 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击杀的 耶和华也对他们的神施行审判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书戈安营 从书戈起行在旷野边界的伊坛安营 从伊坛起行转到比哈西路 是在巴黎喜分前面 就在密夺对面安营 从比哈西路起行 经过了海来到旷野 又在伊坛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 就在马拉安营 从马拉起行来到乙林 在乙林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他们就在那里安营 从乙林起行在红海边安营 从红海起行在迅的旷野安营 从迅的旷野起行在托迦安营 从托迦起行在雅路安营 从雅路起行在丽菲定安营 在那里众民没有水喝 从丽菲定起行在西奈的旷野安营 从西奈的旷野起行在基伯罗哈塔瓦安营 从基伯罗哈塔瓦起行在哈西路安营 从哈西路起行在利提马安营 从利提马起行在林门帕列安营 从林门帕列起行在利拿安营 从利拿起行在勒萨安营 从勒萨起行在基西拉他安营 从基西拉他起行在沙斐山安营 从沙斐山起行在哈拉大安营 从哈拉大起行在马吉西路安营 从马吉西路起行在塔哈安营 从塔哈起行在塔拉安营 从塔拉起行在密加安营 从密加起行在哈摩拿安营 从哈摩拿起行在摩西路安营 从摩西路起行在比尼亚干安营 从比尼亚干起行在荷哈吉甲安营 从荷哈吉甲起行在约巴塔安营 从约巴塔起行在阿伯拿安营 从阿伯拿起行在以寻加别安营 从以寻加别起行在寻的旷野安营 寻就是加低斯 从加低斯起行在以东地边界上的河尔山安营 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以后四十年五月一日 亚伦祭司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上了河尔山就死在那里 亚伦死在河尔山上的时候是一百二十三岁 那时住在迦南地南方的迦南人亚拉德王 听说以色列人来了 以色列人从荷尔山起行在萨摩拿安营 从萨摩拿起行在普嫩安营 从普嫩起行在阿伯安营 从阿伯起行在摩押边境的以野亚巴林安营 从以野亚巴林起行在迪本迦德安营 从迪本迦德起行在亚门迪比拉太阴安营 从亚门迪比拉太阴起行在尼泊前面的亚巴林山安营 从亚巴林山起行在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边的摩押平原安营 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着约旦河边安营 从帕耶诗墨直到亚伯石亭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说 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迦南地的时候 就要把所有的居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毁坏他们的一切雕像以及一切住像 又拆毁他们的一切秋坛 你们要占领那地 住在那里 因为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你们做产业 你们要按着家族抽签承受那地做产业 人多的 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 人少的 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 抽签抽出那地归谁就归谁 你们要按着宗族支派承受产业 如果你们不把那地的居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所留下的人就必成为你们眼中的刺 肋旁的荆棘 在你们所住的地方扰害你们 并且我原计划怎样带他们 也要怎样带你们